各位,新加坡各地,赶来我们行众大会的朋友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2005年上,行众大人进行登场,提出了,人人过做更美好的生活。 我们现在,真的过做更美好的生活吗? 在2006年大选的时候,我问行动党,是否会在大选之后,实行支付能力调查,来限制新加坡人, 在需要住进医院的时候,选择便宜的CG病房。 卫生部长许文言说他还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。 但是,在大选之后,就实施了住院支付能力调查。 现在你需要住院的话,如果你选择CG病房,需要经过支付能力调查。 换句话说,即使你选择住进CG病房,但是你所必须支付的医药费,也会比你且高。 因为你支付能力调查的结果,政府会认为你不当得起。 所以呢,有不少新加坡人,因此而感到担留,觉得生活没有保障,生病也没有保障。 感受到很大的压力。三一届大选和这一届大选一样,行动场员大分红包。 我们李总理说,你们可能已经去拿了钱了,拿了没有。 不过你要注意哦,三一届大选,不告诉大家,行动党政府给你一只鸡腿,他以后会要你,跟你讨完一只鸡的。 在三一届大选,过了不久,当时经济还没有改善,人民的生活也不好过。 不过呢,他们把消费税提高了2%,增加了人民的生活负担。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,让人民过做更美好的生活。 这一届大选,行动党的政策里面承诺,为国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。 不过大家都知道,现在的医疗服务价格高啊,他所谓的负担得起,不见的就是你真正负担得起的。 他当然负担得起嘛,部长的薪水这么高,那也负担不起。 真的,尤其是疗养院的负用。 因为我们人口老化,有许多家庭有年迈的父母,生病的父母,没有办法照顾,需要送去疗养院。 但是疗养院蛮贵的,所以如果有父母需要送去疗养院的人都知道,这个经济的孤单很重。 那你知道政府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吗? 没有,他说,卫生部长说,他说我们邻国的柔佛,成本比较低,疗养服务呢也相对的便宜。 新加坡人可以逃利到柔佛疗养。也就是说,如果你不但不起新加坡收费高完的疗养院, 你可以把你的父母亲送到罗佛去疗养。 行动党敢这么做?因为他看死新加坡人。选民在每一届大选都把票投给行动党。所以他不必担心在国会面对有力的挑战。 如果这一届大选,选举成绩还是一样,或者更糟,行动党会实施什么政策,来增加人民的补党,还是个位置数。 现在面对大选,行动党应该就做出了承诺,五年不提高消费税。 不过我告诉你,不只是消费税,他没有告诉你,只做消费税不提高。 他做好做宅,尝试固定能面对高生活费的担忧。 他甚至要求探队的小伙伴,你们六个月里面不要站脚。 小伙伴们是心甘情愿的吗?找到一个报道,他说有一对夫妇,但小伙伴们因为这样子而吵架,一装不够。 所以,将军事行动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,不惜牺牲小市民。 我要问的是,为什么行动党不可以要求介入发展局,把小贩汤位的租金剪定?